新赛季开始前一周,开拓者的员工们走出摩达中心的办公室,经过一段小路,来到超人气餐厅Dr. Jack S聚餐,他们相聚一堂,为在售票处工作了40年的Laurie Spencer庆生。 当大家举起手中的香槟准备干杯时,在场所有的人都被一位意外的莱克吸引住了,达米安·利拉德手捧鲜花出席的派对,他是开拓者的三家球星,没有人邀请霍利拉德,也没有人知道他会来。 然而他应该亲自到场为一名售票员庆生,致使 Spencer感动不已,他有一颗善良的心,69岁的 Spencer说道, 而在远超球场之外,他拥抱 Spencer将鲜花献给他,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然后与员工们待了一个多小时。 利拉德就是如此老派,既不安排摄影师宣传他的形象,也不提前告诉员工们他会出席,而是想都不想就来了。 尽管这意味着,从奥斯威哥湖家中出发的他,是要面对波特兰,已经长达15英里的交通拥堵。 唯一的遗憾就是 Spencer在电梯门口遇到了利拉德,他刚从办公室下来,而他正好从停车场上来。 虽然偶遇过早的令 Spencer惊喜万分,但是他很享受这次机会。 他们共度了一段愉悦的时光,两人从电梯出来后走了一百米左右才到达派对现场。 利拉德有足够的时间拥抱他并帮他提包,以及与 Spencer共然性点很热闹,但是结束时却爆发了冲突,利拉德估计当时自己才九岁。 他们打起来了,头破血流着不计其数,利拉德说道,我们逃出了公园,跑进附近的商店躲避失控的人群。 与此同时,另一场战斗爆发了,利拉德与小伙伴们从商店中小心翼翼的走了出来,他们遇到了闻迅赶来的警察们,因为我以前接触过枪支,所以没有感觉特别害怕。 不过这些警察端着的是AK夫妻,我从未看见过这玩意儿。 利拉德说道,他们命令我们站在墙边,禁止随意走动,这是最后一次快乐野区,时间快进到2013年,开拓者将主场每个花园的冠名权,卖给了摩达健康计划有限公司,作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 利拉德与摩达集团的总裁William Johnson,博士相对而做促膝常谈,我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童年经历,利拉德说道,虽然我们相谈身欢,但是我不指望他对此感同身受。 事实证明,利拉德错了,约翰逊在洛杉矶中南部长大,他习惯回康普顿的姑姑家度过周末,去出生地奥克兰享受假期。 他讲述他的故事,我讲述我的故事。 约翰逊说道,我们自然而然的把彼此联系到一起,不久之后,二者在高桥人餐厅安排了一次会议,两人决定,把各自的计划结合起来。 我认为他与众不同,约翰逊说道,我感觉,达米安回馈社会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慈善之余他的生活就像呼吸一样。 最后,他们合作了两个项目,摩达基金在俄罗刚中全境储备球场,雷德蒙德、赫尔米斯顿、梅德福、拉格兰德、波特兰德球场已经竣工。 利拉格兰德在过去四年中把一杆多个背包分发给波特兰东卫部的术所学校。 在市中心大厦24楼的写字间中,利拉格俯瞰折磨的中心球馆。 他和约翰逊还有更大的梦想。 他们打算联合市政卿,促进社区高安保健全。 打米安的事业超前了十年甚至二十年。 约翰逊说道,他想要利用影响力,把最初的蓝图变成现实。 有时候,这仅仅看上去是件小事。 比如今年六月份,利拉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在波特兰东北部的欧龙公园赠送十二码的铜鞋。 这是当他整理衣柜时突发起响的结果。 他把一百零雙埃迪达斯装入面包车,开到公园并亲自分发鞋子。 利拉格记得有一个女人,当他把鞋子交到他儿子的手中时,他哭了。 这就是我能付出的全部。 利拉格说道,一切是那样的真实,让我认识到这是值得的。 他的影响力还在其他方面发挥了作用。 布鲁克菲尔德社区的居民再也不用担心,快乐野炊会被取消呢。 这个活动现在叫做达米安利拉格野炊,举办地点和时间都没有变化,不过聚餐环境越来越好了。 野炊的人群中青年居多,除以前的项目外增加了脸部,彩绘和电子竞技等其他项目。 不少名人例如德雷蒙的格林,爱泰尤杜,凯文鲁也来参加。 这是第五次野炊,每次利拉德的母亲看见越来越多的朋友参加进来,都为过去一年的努力而自豪。 我希望大家玩得尽兴。 利拉德说道,期待能向孩子们展示一些积极的东西。 现在的利拉德比他生命中任何时刻都更平静。 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利拉德在最后在手的被低估横扫的系列赛中表现一般。 他认为这是目前为止自己遇到最糟糕的事,他感觉自己被低估了。 我接受所有的批评,全都怪我。 利拉德说道,我对此表示抱歉,并会更加努力的训练。 不过人总要向前看,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等我去做。 他表示自己可以接受对于季后赛溃败的批评。 他也知道自己在历经失败之后,终将变得更加强大。 利拉德明白自己有着超出篮球之外的影响。 我可以大负起任何责任,因而也接受得了任何的批评。 利拉德说,我知道自己处在正确的位置上,所以这些对我而言,并不会伤到我的情感。 我做着的都是我想要做的事,比如给人们带来真实的影响,以及规划更大的蓝图。 我总是会出现在需要我出现的地方。 利拉德谈及自己的儿子时,说到自己的功点已经随之增强了,小达米阿出生在今年三月。 我的儿子带给我平静。 利拉德说道,他让我明白神,我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在精神上,我觉得自己需要始终出现在那些需要我的地方。 这就是他出现在声乐派对,贫困社区,问题学校的原因。 他履行着别人力所不及的义务。 他的脑海中逐渐浮现于队友们在更衣室聊天的画面。 大家一致赞同球员之所以团结一心,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总冠军。 不过对开拓者们来说,有比奥布莱恩杯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切与这支球队有关的人们啊。 如果我能帮助到他们,利拉德说道,那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荣誉。 像他六个月大儿子的视频,小利拉德爬到他身上把他从午睡中摇醒,我知道他的时间非常宝贵。 他却选择与我们待在一起,而不是陪在刚出生的儿子身边。 对一位父亲来说,能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史珍斯说道,利拉德在波特兰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自己独有的影响力。 他不只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开拓者的球队分为如此融洽, 而这些都与利拉德每个夜晚之声的关键球,和崇高的荣誉感产生着共鸣。 作为全州唯一的大联盟球队,球队致力于和社区保持一种身份和联系,营造球员建业,球迷忠诚的分。 而没有比利拉德更合适培养这种关系的人了,这些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明。 开拓者总裁Chris McGowan说道,这更多来自个人的感受,它让我们知道大家正在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从明星球员到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是球队的一部分。 对利拉德来说,这种影响力并不仅限于开拓者,随着他在NBA的声望日历升高,责任感也愈加增强。 利拉德认为,他有义务去回馈波特兰市,回馈俄勒冈州,回馈养育自己的美国。 当你成为公众人物时,社会将会赋予你更多的使命。 利拉德明白,金钱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仅仅依靠投入资金,他的影响力也就仅限于此了。 于是他走出球场付诸行动,从波特兰北部最臭名昭著的街区之一到最令,人头通的三所学校,最后回到市中心大厦24楼的一个写字间。 利拉德利用个人影响力,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他也借着次活动之手,改变了波特兰开拓者的球队文化。 在约每隔两周,利拉德就会去位于波特兰北部,的理发师迪安德尔林,加州理发,三十年前。 这个叫The Ville,的社区是波特兰第一起与黑帮有关的致命驾车枪击案件的发生的。 当时,属于Columbia Villa Crips,年纪17岁的Joseph Rear & Winston,在无界过后不久被枪杀。 如今这个社区有了新的建筑,甚至有了新的名字新哥伦比亚,不过一些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 新哥伦比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 波特兰当地警官Pete Simpson,说道,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这里发生了几起枪击案和凶杀案。 莉拉的一边理发,一边与该社区的贫困互交流,这些人中包括经常进出监狱的无业游民,无家可贵的流浪汉,一股蔽体的孩子们。 这里的一切令,我感觉极其不适。 之所以莉拉的感觉极其不适,是因为她对此感同身手。 她在哥伦比亚别墅社区的所见所闻,与她长大的奥克兰东部的沃鲁克菲尔德社区,没有什么不同。 我仿佛在回忆过去,莉拉德说道,然后就真的回到过去了。 莉拉德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中长大,她有很多叔叔阿姨和兄弟姐妹,关心别人是家族的宗旨。 莉拉德的母亲经常邀请同一社区的朋友们到家吃饭,每逢节假日就会为他们准备礼物。 每当有人向她询问的时候,莉拉德都会把这些朋友称为亲人。 莉拉德不仅目睹过波特兰北部社区的挣扎,还体验过当地居民的痛苦。 她说自己能说出那些在报学后父母不知道,或者不关心他们在哪的孩子。 她能看出哪个孩子对自己哈酸的着装和难为情。 她能看出哪您学生,很聪明却无法就学,因为我是从这种社区抖出来的。 所以,我能看出他们需要什么。 莉拉德说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他们需要别人的鼓舞,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莉拉德把手机号码留给他们,在社交软件上关注他们,过去的六年中,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 她很认真的与他们互动,用莉拉德了自己的话讲就是让他们参与进来。 我不会对他们说,我在保证你们。 莉拉德说道,我通过与他们沟通,使他们明白我希望他们过得更好。 莉拉德把这一信条贯彻落实到Rosevelt高中,这所有这来自Theville社区的孩子就读的高中,与Park Rose高中和Madison高中一样。 她也是莉拉德举办的公益活动,尊重的一部分。 她反复强调三个理念,勇于表现,努力工作,有煞带人,而这三个理念反过来也体现了对老师和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尊重。 Rosevelt高中的校长Philip Holistik认为莉拉德不仅是在与学生谈话,她还激励着他们,当有人能真诚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觉得非常好。 Holistik说道,他们积极地响应到米安的号召,这是由于当他与他们谈话时,就像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一样。 一次集会中,莉拉德注意到前排听众在窃窃私语,便立刻停止演讲。 她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交谈,她现在就离开。 然后莉拉德提高了声音,请向我展示你们的尊重,那个瞬间你甚至可以听见一根针钓在地上的声音。 这个活动是月2012年,那时她还是一名新秀。 今年她增加了两个考课任务,出勤率和毕业率。 如果正在上课的学生一个月的出勤率达到90%,她就能得到一张开拓这比赛的门票。 如果即将毕业的学生顺利地拿到心和信心,她就能得到一双莉拉德的签名鞋。 Fristig表示Rosevelt高中学生的出勤率和学校的毕业率明显有所改善。 大家对这个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知道学生们都和老师保持着一致。 Fristig说,但当达米安出现在这里,谈到保持时间观念,教育问题和努力工作,中有所得的时候, 他们都会认真聆听,对一个漫长的挑战来说,这只是一个开端。 Fristig宣布Rosevelt高中的目标,入学率在尊重活动指定的三所学校中排名第一。 事实上,我们需要思索如何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学校的办法是此版前过时的。 Fristig说道,而有着像达米安这样的人,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虽然教育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但是不用担心。 Fristig说道,达米安会长期关注这里,我认为学生没想要达米安以他们为骄傲。 艾文特纳只记得当时是凌晨三点,他不记得具体月期,也不记得哪场比赛。 这位开拓者的前锋只记得他在上课赛季,某天的凌晨收到过利拉德的短信,凌晨三点左右。 特纳说道,达米安给我发短信,说他的表现令球队失望。 特纳回忆起那段赛程的情况,他对利拉德的表现印象也为深刻, 后者接连数场比赛,砍下三十加得分,一个人扛着球队艰难前行。 时至今日,特纳还是感觉不可思议,原来坚强冷血如利拉德,则也有无为人知的一面,我回复达米安。 特纳说道,告诉他不用难过,他已经做得够好了,丁,您收到一条新消息不,我真的搞砸了,丁,您收到一条新消息,我毁掉了比赛。 丁,您收到一条新消息,无论特纳如何劝他,利拉德还是不断的在短信中自责。 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为球队做出贡献。 聊起往事,利拉德忍不住放声大笑。 过了一会儿,利拉德说道,他命令我去睡觉,利拉德不但承担着压力,而且压力之大难以置信。 我跟你讲,他为人善良的体现就是关心别人。 自那说道,我与很多人做过队友,达米安是我达到过的球员中人员最好的家伙。 利拉德向来否认身为球队领袖是一种负担的供典,恰恰相反,他认为进入联盟后进全明星和定星合同,这种动力逐渐被强烈的责任感取代。 之所以凌晨三点起床训练,是因为我关心身边所有的人。 对我来说,帮助特里斯托茨,保住他的帅位是首要任务。 我希望人们喜欢ZJ麦克勒姆,把他投进全明星。 利拉德说道,我想看王子埃尔伐·路克·埃米努表现出色,但约大卫万特普尔永远是我的教练,我太在乎这些了,导致有时打得很糟糕。 比赛总是不尽人意,当然也不是一直倒霉。 不过最近两年球队的运气却是一般,利拉德严格钻循他们家庭的价值观,帮助他人而不出回报。 这同时也延伸到了他在开拓者扮演的角色身上,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 策纳说道,他可以在球场上做任何事,然而利拉德认为如果他不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并尽全力帮助到他们,比赛就失去了乐趣。 这就是队友心中利拉德最真,值得写照,利拉德不仅在场上给队友送出助攻,他还在场下帮队友渡过难关。 2015年,开拓者亲下了路易斯蒙特罗,蒙特罗是来自多米尼加的落选秀,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三年了。 这位12场比赛总计上场42分钟的前锋是球队大名单上的最后一名,新赛季的节目站上,蒙特罗并没有出现在球队大名单中,他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在替补席,蒙特罗不像其他上不了场的球员那样西装革履, 取而代之的是破旧的衬衫和牛仔裤,以及一双网球鞋,我的意思很清楚。 利拉德说道,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肯定不想听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嘲笑你。 那天晚上,利拉德坐在蒙特罗旁边,告诉他需要一套黑色西装,一套棕色西装,一套灰色西装,让他买棕色或黑色的皮鞋方便搭配皮带。 利拉德看出了问题,蒙特罗没钱去买这些东西,他已经把那份地形合同中,大部分工资给回了多米尼家。 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利拉德开车带蒙特罗,前往附近Sax Fist街道的Bridgeport Village购物中心,蒙特罗甚至不知道自己穿鞋的尺码。 当他出来时,已经有了三套西装,一件衬衫,两双鞋,一双袜子,下一场比赛前,大家都为蒙特罗的新衣服欢呼雀跃,而利拉德坐在革命衣室的另一边,面大微笑的注视着这一切。 几场比赛下来,蒙特罗的,一棍好评如潮,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利拉德了为这场疯狂消费花了5000美元,有时候新秀需要老兵给他们带路,利拉德如是说,决策权往往在位置更高的管理层手中。 2017年6月的一天,麦高恩接到了利拉德的电话,开拓着刚刚把蒂姆·夸特曼交易,把休斯顿换取现金,球队关推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是一场新闻发布会,麦克风前的讲台上,放着一代现金。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麦高恩回忆起那次推特事件,然而,利拉德第一时间致电麦高恩表达他的愤怒,我看见那条推特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不是针对我们的公推,只是对一名球员的侮辱。 利拉德说道,我们都有可能被交易,那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麦高恩从这次风波中懂得了两件事情,球队由人组成,管理层要尊重球员,利拉德身为球队领袖,时刻关注着管理层的一举一动,第一个为此事发生的人是达米安。 麦高恩说道,他从球员的角度对待这件事,现在管理层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在利拉德的故乡冒克兰,布鲁克菲尔德市区的快乐野炊,是夏天的一道亮点,公园中有游乐设施,音乐舞台,餐饮场所,然而不愉快的是发生了,有些人喝醉了,他们引起了骚乱,虽然, 转发了下ix Trainer